所以院长请备讯 冯委员早 院长好 很简单问你一个问题 到底人家有没有要把那个什么 动物的头 这样这样 这两个动物的头送给我们 没有没有 既然没有 既然没有我就不知道这两天我们在浪费什么时间 人家从头到尾没有要送 对不对 这个我们有一家媒体 灯子这么大 头版头瓢了 7号头版写着 属兔首要送台湾 故宫不敢收 哪一家乌龙这个报纸搞这乌龙的事件 照理说 故宫你在第一时间 你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情 请予以更正 照理说这家报纸 应该对这个乌龙事件的乌龙报道 要跟大家道歉 你因为这个事情 从昨天开始在立法院到今天一个上午 其实我们今天对文件会的兴趣比你故宫兴趣大得多 故宫我们只想去看看那个雍正两岸的那个连展到底怎么回事去看一下 是不是最多问一下你人家用正来东西留下来以后你要不要送回去还是就此就摆在我们故宫不要让他回去了 是不是最多问这个问题嘛 怎么会浪费这么多时间呢 我们的文创法 到底怎么样了 这座故宫问你数位典藏到底做了怎么样 是不是你两岸连展到要 以后还要往还有些什么展览 要展出 只不过你这个嘛 怎么会把这种无聊的事情 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呢 第一个报纸要道歉 你浪费了我们整个国家多少时间呢 第二个你们自己也很奇怪 第一时间你就讲 文所未闻 从没有听过有这个事情 如果人家再用假设性的问题来问你 说假设性的问题不予评论 最后这事情发生说我们再来讨论 不就完了吗 院长有很多事情啊 当今立断的你一下就把它切断了就没事了 浪费太多的时间你说对不对 这方面稍微这个院长你也不要太直了好不好 好啦你请回吧 我现在对你的问题不想在这个两个动物的头上面做太多的文章 谢谢 各个话那两个动物的头跟我们好像也没什么 到现在为止人家没送我们 人家家隔壁还没有说要送我们东西 我们就要问说那给老大还是给老二还是给老三 将来叫遗传给谁 那不是很无聊嘛 现在请这个文件会我们请主委 王主委请备请 王委员好 好这个主委好 刚才补充一下你们媒体讲一下 那家报纸请道歉啊 啊这个第一版大家看看啊 我再补充一下啊 第一版头版头条 鼠兔首要送台湾 故宫不敢收 续寒更正啊 报纸要道歉 浪费大家那么多的时间 这个主委 刚才也有这个 委员问你一些问题啊 这个其实 这个马总统上台之后 已经讲过我们文化建设的钱要增加 对不对 是 今年增加了多少 我们呃 今年增加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二 98年占总预算的一点四六 99年占总预算的一点五五 对不对 是增加了啊 照理说 我们往往看这个预算的多少 来证明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重设程度 所以这个马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一直讲说将来要提升到百分之四什么 将来还认内 是吧 我都觉得这个数字是有点 有点太夸大了 到底能不能达到 我是很怀疑了 不过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的话 而我们也能够因为这样 让我们的这个文化建设的工作 能够做得很好 都美事一桩 都看我们怎么用 那么在这个 这个预算 证件提出来 预算也确实有增加 那么为什么这义文界 刚才也有委员提到 那么有些义文界人士 我们也不妨这个特别谈到 好像不只是这个资深剧场 这个王莫林认为啊 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边陲 云门五级创办人林怀鸣感慨 从媒体的报道到社会的反应 看着出文化这块并不受重视 另外国策顾问的许博弈也谈 文件会好像不存在 林鼓方也指出 感觉上文件会好像不存在 是不是文件会始终被忽视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呢 其实他们也过后也有跟我说 这个很遗憾 怎么好像有一些话被剪裁出来 不是他们不是他们这个说的意思 那不过这个我想当然也表示 你说不是他们说的意思 是大概觉得有一点被曲解 那他们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因为我不在现场了 但是当然无论如何表示 我们是要多做很多的沟通的工作 那这些人其实也都是 我很多年的很好的朋友 对我想这个 我会再加强跟他们的沟通 我是觉得从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 感觉到好像文化界对我们蛮失望 不管是失望也好 不满意也好 误解也好 我们一定要把这问题的症结给找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 为什么文件会让人觉得不存在 这个文化是无所不在的 是不是文化就生活 文化不但不是 不但不是 应该说文化在台湾是真的是无所不在 跟所有的领域都相关 那也是我们自己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软实力 真的是走得出去的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候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那就以表演艺术来讲 我想洪委员可能了解 我们去年为了面对这个金融海啸 我们第一个要救的就是表演艺术界 所以表演艺术界其实他们应该是感受到 我们不但是在经费上前所未有的有一个大幅的增加 表演艺术界 在审查机制上头 我们也做了一个更稳定更长期的一个规划 使得现在表演团体以前都是每年要申请 有今年不知道明年 现在我们是一个长期分级的一个制度 有些好的团体他可以一次就提三年 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在表演艺术界 我也有一些这个管理层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这些的改善才是真的从底层杂根的一个作业 那有两个问题 一个文化无所不在 因为生活嘛 可居然有人说没有感觉它的存在 是不是因为无所不在 所以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无所不在嘛 这是第一个 对您刚才说像表演艺术 您刚才讲的很好 表演艺术我们对表演艺术团体的一些扶植 表演艺术团体一些重视 表演艺术团体一些补助 甚至有些长期的计划 可是主委啊 你要请教一下 就要问问他们 那为什么在对大家对文化一片大乏之声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 没有听到表演艺术团体站出来 为我们文建会讲一句话 这个你要倒过来问问他们了 我们对你们这样好 你为什么在在这个大家批判文建会的时候 我没有听到你表演艺术团体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主委 您刚才讲到文化艺术团体 也会会不会让其他 也不要让你有偏废的感觉 一方面要有重点 一方面不要觉得过度 我只看到一个文化艺术 那不是其他也让大家觉得说 也受到了重视 这样这个声音就会多了嘛 所以这个对于未来的文化时政 林华明说 希望能看见大破大立 期待看见的不是什么人接掌什么位置 而是气魄 而是气魄 当然气魄这两个字 讲起来是很容易 可是他行诸于外 可能就要有一些作为跟动作 所以为什么主委 你自己的感觉到文化界的期许 跟您自己的表现 您自己认为它的落差 第一个有没有落差 第二个落差在哪里 如果有的话 也许他们是误会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误会 是不是我们的政策沟通宣传不够 我请教一下主委这个问题 当然我刚刚也说 我们会努力在做更多的沟通 但文化界其实他们也有很多 也比较很直接的有来表示说 其实他们受惠我们的政策是非常多的 我们至少我个人一项 并不希望说借由哪一些团体 对你出来讲什么 那我觉得主委 光是对您个人表示是不行的 但是对你个人表现是不行的 我们想让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文化界 能不能得到文化界的支持跟认同 其实是文建会主委上任的 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你得到文化界的一个认同 对你来讲是这个帮助比较大 就是说您的政策的企图心 你的沟通啊 说服啊 宣导如果能够做得很好的话 那或许这个就是林怀明讲的这个 破例的展现 因为你有用这种方法能够让他们来沟通 最重要是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文创法里面有这个文化界 大家都希望是什么 叫一文减税 对不对 在一文减税这个条文里面 我们听到很多人特别谈到 那么今天我们 假如说这个财政部长 他跳出来反对 我们觉得还蛮正常的 因为他只要用到他的钱的 只要让他少收入 他一定都会反对的了 我们觉得很正常 那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 我们这个主委本身的态度 是不是也会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力道不够 或是有不存在的感觉 是 我还谢谢委员 让我有这个机会 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 其实我已经说过 在不同的涨合 至少十次以上了 但是好像这个 大家没有真的了解 他的一个癥结 因为这个所谓的一万两千块钱 那么是在每一个个人 他报税的时候 原来的一个设计 他去做这个列举扣底 但是我们一算下来 根本很少人真的能够从 这一万两千块钱的一个扣底上头去受贿 那这么少的人当中 尤其可能集中在少数的都会区 因为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根本没有那么多去看表演啊等等 会买很多的票 而且那个票呢 还要每一张上头都要有你个人的一个证明 才能够到时候抵税能用 所以这样子减下来 再加上今年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列举扣底呢 已经从七万多 涨到十四万多 所以那个会去做列举扣底就更少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坚持那一条 其实呢是帮助不了多少人 只是我个人好看 说你看你推过了 你这个主委 你看你把这个一万两千块钱推过 可是在实质上 他真的是没有帮 不但没帮到 而且只有少数都会去人帮到 所以说真正的 他因为这个减税 因为这个而减税 其实是非常少的 对不对 非常少 那这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跟主委啊 做事情不够漂亮的地方 既然他对我们的税收影响不了多少 可是给种感觉 人家说kimoji啊 那种感觉确实很重要 不但是我们换到了一个 我们换到了两个非常有实质帮助的 也就是说财政部呢 因此同意说我们用替代方案 这个替代方案是怎么样呢 我们一年可以编大概十亿 这十亿呢 是用来协助这个 学生 那么他们可以到 我知道这个您讲过了 是 OK 我知道 这个才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研究 你会不会让人家kimoji又好 又能够增加这些 你刚才讲的学生的问题 不是更好吗 是不是你在英文界 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吗 我觉得这kimoji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 总统在5月1号出席 由总统府举办的文化创意产业圆桌论坛的总结会议宣示的时候 他说两岸他宣示两岸协商的议题当中放进文化的议题确实已经到了时候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所谓的放进文化议题确实已经到时候 但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比如第四次江城会能不能把这个文创产业非常关心议题拉到里面 是已经确定放进去了 确定放进去 哪些主题 对就针对两岸的这个文创的一个交流 还有就是台湾在文创产业的一个的一个管道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可能这个通路 我觉得因为今天主席已经站起来了 有几个细节我觉得要更进一步的来讨论好不好 你看看这个到底讨论些哪些议题 能够用书面的再给我们一些回应 另外本来我想谈一下这个文创基金的问题 那但因为时间不够了 你的国发基金匡列200亿 这200亿到底怎么样才能够 你用一个不是这一行里的人去审查 到底我们能不能拿到 是看得到就吃不到 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都是这个以后 这个审查机制也是 在我们审查法案的时候特别再谈一下 好不好 就针对这个问题 你可能要做一些准备 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